好 不用了 回到第五節 剛才那首歌 都是九十年代尾 然後千禧年代紅的樂隊 叫Muse 最近都播一些樂隊的歌 前幾天播了九十年代彈起的 現在播一些九十年代尾 千禧年代就彈起的樂隊 好了 身邊大家又見到Banny師傅 又上來了 好多謝他給面子 不要這樣說 今次我想問一下什麼 因為經常都說塔羅牌 甚至說占卜 上次說了你為什麼會入行 今次說其實去做這些塔羅牌占卜 有沒有什麼禁忌 要不要說每天要插件樂樂 或者不可以接任他女色 還是怎樣 我知道有人會有的 也有某些行家或者師傅會有的 可能他們會比較多些 但是我又出名百慕禁忌 百慕禁忌 百慕禁忌 為什麼呢 我經常覺得占卜是神語的東西 你根本是你估計不到的 你是很隨心隨意的東西 就成為一個叫做足機 如果你那麼刻意去鋪排所有東西 其實你的人又很不夠靜 我覺得假 所以我通常不做這麼假的 我比較真實一點 你隨心隨意就可以了 但是你聽聞過 有沒有一些人的禁忌 例如他那些什麼 普遍那些 又要對準氣候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會覺得 某一些天文地理的現象 會比較適合去做占卜 但是我心想 有人就有事 有事就很多突然 如果突然發生一些事 我再等你宰戒沐浴 其實都死得了 這些我都想 征服他不是每天都會做嗎 那這些變成長期要守住的教律 沒錯 所以我真心 我不會這麼多複雜的事 我也知道有些 這個是題外話 有些曾經我聽過 就是要守住這個童子之身 是比較漂亮的 嘩 這行就是沒有人做 沒有啊這行 全國都要練童子功 有些會 但為什麼童子的心會比較厲害 神啊 他有人夠神啊 但如果他心邪也沒有用 可能他就是因為守住童子的心 所以變成一個人比較單純 看事情和事物都不複雜 我覺得他們的演說可能是有幫助的 有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 確實人為的因素是大一點的 嗯 你想到很複雜 但其實有些客人上來 說完問題 可以了 其實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只不過可能來問督的人 永遠都是懷著一種緊張 和很擔心的心情 所以他們會把問題放到很大 嗯 但如果你單純一點去看 其實又未必真的這麼複雜 還有有沒有說 女人的體質是特別適合做的 占卜 有 有 在命理上面 如果你是算命的話 有些特別的命理格局是適合的 嗯 譬如有些是 如果你用紫微豆子來講 就是說 太陰 嗯 就是你有這樣的聲 會好些 嗯 在我們的角度 就是 冥王聲 嗯 又或者金聲 嗯 又或者水聲 嗯 這些都代表了靈感 嗯 你有的話 就會更加好些 嗯 還有一件事 我們的手掌裏面 是 有個十字文的 你看看這個 是啊 沒有 沒有 那就是你不適合 哦 OK 再帶一次 給大家看 試一下 試一下 是嗎 等一下 我看看 是啊 十字文 什麼叫十字文呢 就是在我們的感情算 和那個 這個 頭腦算 兩個中間 其實有個十字文 嗯 那就代表了 這個叫神秘十字文 那代表了 你 天生都會 容易遇到這些東西 嗯 或者這方面的興趣 比較大 就是 是不是都 一定要比較容易 接觸到一些 靈界的東西 那些 那有關係 占卜和靈界是兩件事 OK 但是 有很多 因為有陰陽眼的朋友 都入了學的信 這個是真的 是 方便很多 但是 兩組 但是 當然 你問我 就不太相信 那些一夜神算 一夜神算 一夜神算 突然告訴你 我通了靈那些 是 就好像人家頓悟 但是你是突然間 是 你完全可以 是 突然間說 哎呀我生小朋友 我陣痛 我就 來了來了 痛死了我 痛死了我的筋 嗯 有些呢 就是可能突然間 明明是一個 出名的主持 嗯 突然間做到一排的靈異節目 就突然間又做了師傅 是 或者有些 這次是誰 誰 我不知道 然後有些 比如可能是 歌手來的 嗯 可能又 半紅北黑 沒有東西 突然間又做 突然間又通了靈 又說做了師傅 嗯 那這個 真的有點兒戲 嗯 就是和占卜 和靈異 其實不是 有等好的 嗯 編種 那些人經常說 這些東西 一定是全部 都在一起 我不 不會等好的 嗯 算命呢 譬如我要拿來出生戀日 那些 就是一個算命 嗯 一個系統 是 它沒有百分之一百 嗯 解讀的時候呢 是看師傅的經驗 和他對不同的星的組合的理解 嗯 我想可以解讀八成半 八成半 OK 好了 但是占卜呢 基本上是一種神儒 神儒的意思就是 在火薩那 我們拿一個竹筋 嗯 天給不給你知道一些答案 嗯 所以它的準成度 可能會有時有驚喜的 它會大過你算命 嗯 所以算命和占卜是兩個體制 是 那占卜 那些人經常說 我們這隻占卜 就是 可能有點貴殼 就準一點 你們這些塔羅牌 就沒有那麼準 有沒有其實說 哪一隻是 其實就 歸學都準的 是 不過就真的好看師傅 那些人實在說 不不不不 哪個門派的功夫 是最好打 是的 永遠就是 你的人的修為 而不是你是什麼派別 是你個人本身 就是好不好打 而不是你不會說 我是這個 就是 金剛腿 但是我金剛腿 原來他連這個東西都踢不到 你是鐵頭弓的 但是我鐵頭弓 哇 可以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各家各門派 各自有自己的線長 還有一些優點缺點 譬如可以講功夫 太極就是一個很慢的 它是養生為主的 它是以手為功的 你說像蔡理佛 它是功為主的 很重拳 硬拳硬 但是 它的缺點就是 權不怕少壯 就怕老人家了 為什麼呢 年紀大了 蔡理佛對於他們來說 就不對了 因為傷身的 是的 你叫一個老人家 他很重拳窩你 都不行了 是 你一定被人窩了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技術 都要看人 看不同人 但是有沒有說 在占谷 不同的派對 會互相踩一下場 在這裡教技 我常常去踩場 好 怎麼踩場 近幾年踩不到 因為藥黃了 是 即是太陽 是 怎麼踩場 我以前很喜歡踩場 我對於踩場 我覺得是一種 學術的研究 嗯 我是很想去真心去學 因為為什麼 我踩場不是不給錢的 嗯 我是比足的 所以我覺得 我是很尊重的 我們剛才說 你剛才提過的 龜卜 你有沒有真的玩過龜卜 沒有 我告訴你 我是 香港最出名的神船 死了 我也試過 有一個很出名的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叫做盲功診 以前有收藏 都找程書 好像是的 已經走了 其實他就是 香港很出名 出名到被稅局追了一個 嗯 那他當年是用龜卜 是 那他就 很厲害的 所有名人 普通人 窮人 他每天只見十個 你朝朝早 由零七 開始 排隊 嗯 那你排到十個醜 就是你的了 嗯 在一條樓梯排 多一個 第二天再排 這個都可以做到一個小 那些人 早過去 其實某程度 都在一個宣傳局 手法 所以有天是零四去排 嗯 那我一次就 慕名去 講得很準 但是你懂不懂 你懂得去排 那時候 我真的是零七去 是 誰知呢 排不到第一次 是 是 呼了 是 我第二次再去 是 給我呢 很好 他太太 那個人稱 叫師母 嗯 那他就可能見到我的人 都比較順良 是 他給我打尖進去 哎呀 真好 然後呢 就引起了少少騷動 有兩個闊太吵 嗯 那他就說 吵什麼吵 再吵不讓你看 嗯 那我就進去 那等了一會 那我想說呢 好厲害 他用歸覆的 但是 嗯 我綜合了的意見就是 嗯 嗯 有些符合的 符合的 符合的 因為為什麼呢 當日呢 我看 我是懷著很大的 問號 為什麼個部位都說你這麼準 嗯 我想看他準成到去到哪裡 嗯 他呢 我一坐到去 那個環境很昏暗的 嗯 有神海有成人 是 那他坐到去近 看你不到 可以坐對面 他只問我吃什麼 熟什麼 沒有問野術 沒有問你熟哪一隻的 雞或者豬還是牛 對 然後就自己念念有時候 熬了 嗯 熬熬熬那個龜殼 有點金錢 熬了三次 嗯 找不到答案 嗯 他慢著問我 你做什麼 嗯 然後我就不敢回答他 我就覺得 我說我沒有啊 我做設計的 是啊 哈哈 我做設計的 是 那我就 如是者 再傲 都不行 嗯 他很好奇 然後我就 咦 看到有東西了 那怎麼辦呢 他就突然在櫃桶 打開 在這裡 打開櫃桶 拿了三住香 立刻裝 一個位 兩個位 三個位 嗯 那我裝 因為他盲 看不到我裝 是 他裝什麼 原來他裝給那個 是地藏王菩薩 嗯 那大家如果對這個宗教有興趣 都知道 地藏王菩薩是管什麼 嗯 管地府 嗯 那我們就知道 咦 那是不是跟鬼神有關呢 嗯 好了 他裝完之後 再做回重複的動作 嗯 起了一枝瓜 就是覆了三次 他講到東西了 是 接著呢 就一卵嘴講完 我沒有問他 問什麼 他一卵嘴講了我 小時候的東西 然後講了我 一些十年後的東西 嗯 那他還要問我 你有什麼問題再問 那我說 其實你講的東西都講完 嘩 厲害 接著我就說 咦 我當時問很早的了 那我說 你們説了我十年的事 你們講了十年 我問早到那個了 那我説那麼之後的十年呢 接著就說 你好運運運運運運 走了十年 你之後才來問我 下面講 如果我還有命的話 我到時再回答你 他會不會跪下他 他當年是五百元一枝卦 但是他出名十分鐘KO一件事 但是他一枝卦在講一件事 但是他那次講了十年的事 即是他用一個很精簡地講一講 而且他出名就是你不可以搏嘴 你可以寫錄音但是你不可以搏嘴 因為你一截他他就講不到 我回看過後其實他講的東西都對 即是有幾成是 八成左右 好厲害 因為有些未發生 所以OK 但他講過去的東西就很準 未來的東西是否有預測 其實我沒有裝載到 之後我想回其實是對的 因為我其實當時是很斟酌 我為什麼要上去呢 當時我記得好像是 我好像要搬 我要決定我是搬哪一區 他就講了一句 你之後會住中區 但是中區才不是講到中 他說你要在九龍的中間 他沒有大致講哪一區 但是我現在正在那裡 OK 我是沒有想過這些 哇 那你說這些算是你的學術交流 是的 我對於他們來說很深印象 有沒有人找你踩場跟你做學術研究 有有有有 都有有有 我試過有些都是叔叔 是 白虎 即是那些叔父輩 是 他自己也有說 他是來自哪條街 是 裏面的上士 是 有些甚至乎想跟我學學 是 是 我說 你不是在做這些了嗎 嗯 他說 我們同行競爭大 我打算學多手牌 在那裡多些生意 真的 譬如我見 也有些人是 除了幫人看照片 那些 現在都會加上塔羅牌 是的 那時候也有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客人 但那些通常都是 想你教的東西 還是有些是想挑戰你 嗯 試過有挑戰性的心態 嘩 怎麼挑 試過有些客人 什麼都不說 錯過來 他就說 有人介紹 說你很準 我現在就想看看你 看不看到我有什麼事 嗯 我不說的了 就這樣了 你看吧 然後一口錢放在那裡 嘩 我最喜歡的人 嘩 大約多少錢錢 大約 那麼薄的 一千元 嘩 震益的啤梨 那麼薄 是啊 那我猜 這裡應該有一萬元吧 三萬 應該不止一萬 三萬 差不多了 那個意思 你拿到多少 多少 嗯 那我就說 OK 不要緊 可以 那我就照看 其實這些情況 我們看西洋的占卜 有一件事很好的 我們可以看自身 是 你既然沒有任何問題來 那我就透過副牌去看你的自身 那你又什麼都不肯說 又不肯說你的出生年月日時 我沒得算命的方式 嗯 那用副牌 看看你最近發生什麼事 嗯 那接著說完之後呢 他就有少少 這樣 開始 嗯 他臨走給錢的時候 他就說 這些疊症 你值得拿 嗯 嗯 嗯 那時候就說 大家知道我怎樣入行 嗯 中間做過什麼 那現在這次再上來 那我又可以告訴你一個消息 好 嗯 我做完今年十二月呢 我半退休了 這麼快退休 是啊 是賺夠 還是有些事情要你轉一下行 人生沒有賺夠的 不過還好今年 因為過去這大半年 我自己都發生了很多事情 人生的態度有少許改變了 那麼巧適逢疫情過去了 開始 世界開始復償了 嗯 那我就要按回我本來的計劃去行 那所以就應該今年我完完 我尖沙水的租約十二月 嗯 那我都會完完他的 嗯 完完之後呢 那我就會減掉了 不做門事的了 嗯 那所以就正職 半退休的狀態 就是那些人要網上的預約 不是啊 我是不做walk in 的了 我基本上 因為我之後 我環遊世界 OK 我要跟你 阿碧里哥看齊 我要環遊世界 好 是啊 所以 所以我 我接下來有其他的project 要跟 所以變成可能 嗯 對 變成不會特意 就是放個鋪在那裡等人 嗯 所以有很多客人都知道 我不會再做walk in 所以就只會見回熟客 就是占卜算命 或者教學生 我都會繼續的 嗯 但是不做零售了 就是譬如我本身有做珠寶 是 那我不會再設計了 我不會再買零售了 那就算了 因為都 對 整體很多方面都 令到我覺得要退 嗯 為什麼呢 我的廠商都退了 是 沒有人入行 OK 那我到今天呢 我都幾自豪的 因為我做的珠寶首飾呢 我仍在用香港工的 嗯 但是 老師傅呢 走得就走了 嗯 就是這樣 嗯 嗯 是啦 沒有人入行的 嗯 那變了他們都說 其實過多幾年呢 他們都說 我都做不到你的款 嗯 那變了其實我也要退 嗯 那我有很多 來貨的來源 他們都說 沒有人入行 是 都要走 或者可能是身體差 那不做了 那變了其實 我想 嗯 我勉強 堅強繼續交租做 其實做到的 我沒有問題的 但是好像沒有這個意義 嗯 還有這麼巧今年適逢呢 去到十二月之後呢 就是我 二十五周年 做了二十五年 是 那我覺得好像 講給人聽是四分一世紀 嗯 那我就 二十五年 是一個整數 那我覺得 我在最 我自己認為我最高峰的時間 我退 嗯 我覺得帥啊 嗯 嗯 我都覺得帥啊 是啊 我也想好像你等 是啊 有些人問我 蛤 你退休做什麼 是呀 華人入世界 我就是因為講真話 又比別人少我 是 就是說很坦白 就是他們會覺得你不錯 我也想啊 是因為經濟不好 是因為沒有生意 我不是 但是他說 蛤 你講華人入世界 你知道現在經濟有多差的了 嗯 嗯 很辛苦 但是突然間你又說 我華人入世界不做了 那我的朋友就說很囂張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我說其實 我不是串嘴 我只是講真相 就是這麼硬 還有些人經常說 我想 最近看到一些文章 說塔羅牌 和潛意識那些有沒有關聯的 嗯 如果新那套 是 新教學那套 他就說是 因為他要嘗試將這件事變成科學化 嗯 他讓你容易接受 OK 但是你問我呢 塔羅牌和潛意識是否很大關聯 嗯 他只不過是令到我們的思維 看的東西闊一點 嗯 還有可以去感觸多些不同的東西 嗯 感應不同的東西 嗯 所以我覺得有少少不同 嗯 那當然啦 就是不少網友 可能都想 就是 Bennie師傅 問一下一些東西 尖一下一些東西 大家就可以問 我們轉個頭髮回來 首先我都可能會有 一兩條問題 讓師傅熱一下心 是吧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